我比較喜歡當什麼樣的教練 我比較喜歡當不控制選手的教練 我比較喜歡當 這個很廣 很深 我比較喜歡當幫助選手 自己主觀意識強烈一點的教練 去年其實已經有幾乎有半年以上的時間 已經在考慮接下來該怎麼做 所以你說退下來有沒有適應 還是什麼當用一個身分 再持續在這個球隊 其實去年早就已經規劃好 其實也調適好 第一生都比較習慣叫學長 要不然就是叫爺爺 爺爺早這樣 這個也沒關係啊 這個 我的個性是不會計較這種東西 對 國慶 你極棒出單板是想什麼時候 哇 2004年3月14號 15號 16號 17 8 19 到國慶上來一手 哦 那麼早就開打了 3月3號 那你生日是什麼時候 3月12 哪一年 2004 我還沒出生 差9點 差9點 就選手的相處模式 我是覺得還是差不多啦 不習慣是變得不是我在訓練 不是我自己在操作技術上的東西 你當選手你要做什麼 我完全支持你 選手自己要特打 自己要特守 他自己要特別訓練 他自己決定 自己選手要有組件 對你自己提升你自己的技術能力 在這個環境你要立足的能力 自己的成就 在這個環境自己負責任 我是想要做這種教練 我自己承認我自己是一個愛哭的人 性情中人 但能不能控制 盡量控制 這個很難講 球迷都說這個場面是 我是主人 但是我還是覺得 球迷跟在後面支持我的人 才是真正最大的 我要去回歸他們的